不理猫们刚结束一场刺激的篮球比赛 回到教室后发现桌上有个神秘的信封 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挑战书比利式的运算 比利式这不是我们昨天刚许过的单元吗 看来是有人想挑战大家是否有认真上课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题 以至x比y等于2比3 求3x比括号x加y等于多少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比利式耶 不过我还是没什么头绪要怎么做 想象一下现在让x代表两盒饼干 y代表三盒饼干 而一盒里面有10片饼干 这样的话 x比y就是两盒饼干比三盒饼干 等于20片饼干比30片饼干 都符合题目给的2比3 再来看到题目想要求的3x比括号x加y 总共会是几片饼干比几片饼干呢 x是20片所以3x就是20×3片 x加y是20×30片 计算一下然后化解 就算出答案了 是6比5 嗯算得不错 那如果一盒饼干里只有8片呢 答案还会一样吗 对耶 赶紧来算算看 x代表两盒所以是16片 y代表三盒有24片 带入题目要算的式子里 算出来也是6比5耶 莫非不论一盒饼干里有几片 都能算出这个结果吗 没错 理解得很快 其实我们可以假设 一盒里有R片饼干来试试 写作算式的话 就是假设x等于2r 然后y等于3r对吧 接着只要2r和3r分别代入x和y 整理一下变成6r比5r 最后又可以得到答案6比5了 啊 真的没错耶 其实通过这样的假设 我们可以知道 无论R是多少 都不影响实际的结果 所以以后若是遇到 类似的比例问题 可以试试看 利用R倍来解题哦 答案为B 因为x比y等于5比7 就等于5r比7r 所以可以假设 x等于5r y等于7r 那第二题就交给我好了 我的实力也是很强的 以至括号x加y 比括号x减y等于3比7 求x比y等于多少 嗯 这一题好像比第一题还难耶 啊 我想到了 是利用内向成绩等于外向成绩啦 这样就得到 3乘以括号x减y 等于7乘以括号x加y 成开之后 3x减3y等于7x加7y 再把x放在同一边 y放在同一边 接下来 嗯 好像没有办法了耶 到了这一步 还可以再加把劲哦 我们可以假设 -4x等于10y等于20r 为什么是20呢 因为4和10的最小公倍数是20哦 哦 这样的话 -4x等于20r 所以x等于-5r 10y等于20r y等于2r 嗯 到这里就可以列出比例式了 x比y等于-5r比2r 等于-5比2 就是这题的答案了 哇 小书啊 学得很快呢 大家也要把这招学起来哦 答案为a 因为内向成绩会等于外向成绩 所以4乘以括号x加y 等于7乘以括号x减2y 也就是4x加4y等于7x减14y 所以整理一下 得到3x等于18y 左右两边 同处于3和18的最小公倍数18后 式子变成6分之6x等于6x等于y 那我们再假设它们等于某个定值r 那么x就等于6r y就等于r 所以x比y等于6r比r 也就是6比1 接下来是第三题 x加y等于30 x比y等于3比7 求xy分别为多少 那就交给莉莉好了 莉莉加油 那一开始就先用 x比y等于3比7这个条件 假设x是3r y是7r 代入x加y等于30 就变成3r加7r等于30 接着就可以用10r等于30 算出r是3了 赞啊 但是注意题目要问xy是多少 所以最后还要把r带入一开始的假设 才算完成哦 没问题 只要把r等于3 代入假设后 就得到x等于3r等于9 y等于7r等于21 所以x和y分别是9和21 哦 我们顺利解除全部的问题 对啊对啊 不管多少封挑战书都放马过来吧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 今天用到了哪些性质来解题吧 一开始是学到用xy的比例来假设位置数xy 接着则是用到了内向成绩等于外向成绩 最后则是遇到了可以算出确切xy值的题目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